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一片白花花的严茧地里,一株株青草破土而出,顽强生长。 在乌兰布河沙漠,一道长300米高8米的聚草生态屏障,牢牢锁住了黄沙。 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一排排五六米高的巨型绿草在微风中摇曳,寄托着当地农民的致富希望。 这种神奇的草叫菌草,从35年前诞生至今,它已在中国31个省份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而它也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菌草技术是以草带幕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实现了光、热、水、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植物、动物、军物、三物循环生产,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结合,有利于生态、粮食、能源安全。 至今,这一技术已推广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合作紧扣,消除贫困,促进就业,可再生资源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发展目标,为促进当地发展和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从国外引进了栽培技术,食用菌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当时在福建省,农民大量消耗木材,生产香菇、木耳等食用菌,能种菌的树都砍光了,菌林矛盾,日益突出。 能不能用草来代替木头养菌呢? 从事农业方面研究的林战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1983年,林战熙率领研究团队,利用闽西一些野生草木植物进行研究。 当时,研究工作白手起家,困难重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86年获得成功。 菌草技术诞生于福建,但没有止步于福建。 1996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宝宁夏。 菌草技术被列为敏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 宁夏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与福建大不相同, 发源于福建的菌草技术并不适用于宁夏,所以只能从头开始。 半年后,一个个难题被攻克,用作物结干栽培香菇、平菇、双薄蘑菇等食用菌取得成功。 最后,菌草技术扶贫项目在宁夏落地生根。 在宁夏,一大批农户通过发展菌草生产告别贫困。 2020年,闽宁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961元,较1997年增长了29倍,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小小菌草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任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湛希说, 在脱贫攻坚完成之后,他和团队总结几十年菌草技术扶贫的经验,提出了几个新的思路, 就是要把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治理结合起来,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 去年4月份,已经在宁夏的石嘴山建了产业园,就是在盐检地上种植菌草, 并且可以帮助附近居民就业。 菌草不但能支付,也能防杀故杀。 炎炎烈日下,黄河依杀而过,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就是乌兰布河沙漠与黄河相遇的地方。 去年,林湛希团队在这个黄河吞噬流沙最严重的地方, 建起了一道长300米,高8米的巨菌草生态屏障, 庞大的根系就像亿万只双手,紧紧扭住了黄沙。 在黄河汛期的71天里,这道生态屏障减少了1400多吨黄沙流入黄河。 小编前面提到过,菌草是一种生长在福建、海南等热带亚热带沿海地区的河本科植物, 能在乌兰布河沙漠扎根,源于林湛希十年前的一次内蒙古之行。 2013年春天,70岁的林湛希来到黄河岸边的乌兰布河沙漠, 这里年均降雨量不足160毫米,常年伴有六七级大风, 刚刚长出的菌草苗子一夜之间就让风沙打突了。 不服输的林湛希带着女婿于士奎再次挺进乌兰布河沙漠, 一个教一个学,誓言要培育出适合沙漠里生长的菌草。 种植菌草,治理黄河,年幼的外孙女都知道, 这就是外公心底最深的愿望。 十年间,林湛希团队先后引进20个不同品种的菌草, 终于培育驯化出了两个适合在乌兰布河沙漠生长的菌草品种。 试验数据显示,一棵生长150天的菌草, 根系能牢牢锁住20多平方米沙地, 每亩仙草产量平均达30吨。 此外,在种植菌草后的沙地上栽培西瓜、花生等经济作物长势良好。 它在内蒙古,在生态建设方面, 特别是代替青柱玉米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如果用聚菌草代替青柱玉米种植面积的30%, 一年可以节约40亿吨水, 这对于内蒙古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如今,林湛西团队已经在乌兰布河沙漠边缘种下了3000亩菌草, 去年他们还在黄河岸边的沙地上用菌草种下了幸福河三个字。 金黄色的沙滩上,每一个字都格外耀眼, 因为它承载着林湛西团队每一个人的梦想。 多年来,菌草技术也为其他生态治理开辟了一条效果好, 见效快,投入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相结合的新途径。 此外,菌草营养丰富,除了栽培食药用菌, 还能饲养加勤牲畜, 如果把它当牧草或者饲料, 一年可以收割七八次, 因为菌草寿命长, 所以网传它能一次种植收割15年是可以的。 不过前提是要施肥的,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做。 更重要的是,直接减少了木材砍伐量, 近以草带木栽培香菇一项, 全国每年可少砍树木上千万立方米。 多年来,菌草技术研究应用, 又在生态治理和菌草饲料, 菌草菌物饲料, 菌草菌物肥料开发等领域不断深化拓展, 形成了综合技术体系。 在国内外广泛推广应用,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和良好的国际影响。 菌草不仅仅长成了制腹草, 还是扶贫草、生态草, 并催生了菌草业这一新兴特色产业。 如今,菌草谱系里已拥有五结芒、 芦苇、聚菌草等46种菌草, 这些菌草可用于人工栽培性爆菇、 木耳、磷芝等54种食药用菌, 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功能性食品。 菌草菌草可加工成功能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福建省作为菌草技术的发源地, 许多新的应用研究都会在这里进行。 聚菌草是引进改良培育后的高产优质菌草, 具有比阔业数高出4-6倍的太阳能光合作用转化率, 将聚菌草作为生物燃料进行燃烧发电, 可以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目前,福建已经开始利用聚菌草颗粒燃料替代重油, 用于小型工业锅炉。 河南是农业大省, 4年前河南省科学院引中了目前我国最新培育的品种, 绿洲一号菌草, 首次研究该品种综合调控制里北方旱作农田, 重金属污染, 市众以来菌草的总体表现让人满意, 这项研究也填补了国内土壤修复领域的一片空白。 未来,河南省还将打造黄河菌草绿色生态长廊先行试验区, 建设连片高产优质菌草木草饲料袋。 目前,菌草已在31个省份的469个县、市区扎根生长, 在陕西、四川、浙江、海南、西藏、新疆、湖南、广西等省, 建立49个菌草产业示范基地。 菌草技术成功后, 引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驻中国官员的关注。 1994年,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将菌草技术列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培训项目。 1997年, 菌草技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示范推广获得成功。 直到今天, 中国专家族集经轮替仍坚持扎根当地, 20多年来累计700多户农户参与菌草种植, 菌草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为中国草。 目前, 东高地省已经将菌草和旱道列为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和第三大产业来发展, 菌草和旱道种植技术还推广到了当地多个省份。 在非济, 菌草技术被誉为岛国农业的新希望。 在来索托, 因短时间就收获, 农民称菌草栽培菌菇为快钱。 在卢旺达, 有3500多户贫困农户因为参加菌草生产, 现在每户每年收入增加了一到三倍。 如今, 菌草飘洋过海, 亚洲、 非洲和太平洋地区13个国家建立了菌草技术培训示范中心。 20年来, 中国先后举办了277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 为106个国家培训1万多名学员, 给当地创造了数十万个绿色就业机会。 菌草技术有效解决了所在国家贫困、 水土流失、 荒漠化等问题, 成为中国源外扶贫的一大品牌。 沧海世界草也许频繁而渺小, 但中国正是以一颗草种把对国际社会的援助承诺兑现在了全球大地上。 利己达人, 监济天下,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技创新和智慧探索, 就像世界各地的菌草一样生生不息。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